而每到年底大家就开始要等着明年的光明灯了 那么今年我们就发现到龙山寺门外已经出现排队人潮 或许因为不景气的关系 这排队时间比往年还提前了一个月 周天新闻独家追踪 发现排到天字第一号的竟然是站位黄牛 去年也是他排到卖了两万五 那么今年他同样开价 而出售第一个位子竟然就喊到了六万五的天价 让陈兴想点灯的民众只摇头 随手一滚自备塑胶绳 龙山寺外绕一圈全都为了光明灯 1月6号采领牌提前一个月出现人潮 你看已经排到1693了 那就很多人黄牛 所以背后还有集团是不是 对 就要在操控啊 中天新闻尽头直击 我喊六万五 你一定有人屈服力重 你说你喊多少 六万五 没看错这个位子是天字第一号喊价六万五 站位黄牛12月7号就来排队 去年两万五成交 今年开价翻了三倍 帮忙过位子还得另算时薪 白天每小时一百五 晚上变成两百五 天一晚才六百耶 你开六万 因为那个位子第一本每年很热 有人买单黄牛价格喊到半天高 一到一百号行情三万起跳 一百零一到三百 至少得花三张千元大钞 三百号以后也要一两千 放地嘛 外国看的总不太好吧 即使庙方挂出布条 劝大家别站位 排队乱象还是每年上演 不景气黄牛乘势 拉抬价格 学一笔 让光明灯的美意变了调 中间新闻台北做不到